第三節 剛才提到就是在人的神經細胞移植到腦柱身上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個生殖 就是不靠那個母體 純粹在一個實驗室的箱裡面 去陪著一個胃胎出來呢? 對於很多物種是可以的 你要去敷一隻雞 你其實都是會敷打氣 是不是? 適當的溫度就敷了出來 其實最重要是對於一些卵生的東西 就是說本身那個胃胎 裝在卵裡面之後 那個卵不再需要跟外界有什麼相互作用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我們很容易再去膚化出來 但是譬如你說對於那些暴雨類動物 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說 當它們成了一杯胎之後 它們一定要在母體的子宮著床 然後透過胎盤來跟母體去做一些營養和廢物的交換 好了 我們有沒有能力去說 去做到不需要子宮去膚化一個 那個應該是胎生的暴雨類動物的老鼠出來呢? 我發覺原來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們將那個極限推到越來越前 其實也是今年的一個新聞 雖然這個我覺得那個影響力沒有先前提那些那麼大 但是我也覺得它潛在那個影響 那個和那個科幻性是很強的 因為你很容易將它聯想到 會不會人都可以去到這樣呢? 那在一般的老鼠來說 人類懷胎就九個月、十個月 是不是? 老鼠來說 其實那一個月不用了 就已經是受精然後生了一塊老鼠出來的 那就是說它由那個受精論到成胎 那個周期是短很多的 那好了 接著來問一個問題了 那究竟人類如果想去嘗試介入這個枯化的過程呢? 我們可以將那個老鼠的那些受精論 或者甚至乎是胚胎 養到多少天呢? 憑我們自己的能力 那現在似乎有人做到破紀錄的 就是說 去到第... 其實它整個實驗就是 一次過有二十多顆的這些受精論 去嘗試孵化它 那一路中間呢 第四天、第五天又死了一些 但是去到有好幾顆可以捱到它是第八天的 那就是去到這個階段的時候呢 簡直是看到那個老鼠那個胚胎呢 初步形成了一個好像有隻椎生物的一個這樣的形態 就是你認到那一塊是頭 那一塊是它的背部 最後那一塊會形成它的手手腳腳呢 你會看到的 其實就好像台長現在你展示了那張照片 就是去到這個階段 那你可以想像的 其實如果你能夠再繼續 適當地供應營養給它 那它會繼續生存下去了 但是呢 如果以一個正常 在一個老鼠的子宮裏面穿到藏的一個胚胎來說呢 那它其實還需要建立了一個胎盤 還有那個池帶那些這樣的研究呢 令到它可以繼續跟外界 繼續營養和肺脈的交換 這樣才能夠繼續令到那個胚胎能夠發展下去 但是如果沒有了這種support呢 你可以很容易看到了 進去的營養不夠 本身積聚的新陳代謝物也都沒有排出來 那於是那個影響就出來了 就開始看到它呢 有一些的 就是那些 幹細胞的分工發展呢 沒有辦法再順利繼續 那所以一直去到超過那第八天呢 基本上差不多那二十幾顆的受精卵呢 都全部是死掉的 那好啦 玩這些是不是只是為了破紀錄呢 不是的 而是呢 有了這種實驗 有了這種手段 我們能夠將那個胚胎 能夠盡量去延長它的生命的時候呢 我們就能夠更深入地了解這些胚胎幹細胞 它們那個運作和分工的過程是怎樣的 那其實呢 這裡是它開啟了就是說 我們對於那些胚胎幹細胞的研究呢 我們似乎就是說 可能不是老鼠 如果講到其它的物種 我們會不會有一套很通用的方法 就令到這些胚胎幹細胞的生命 可以有這麼長得這麼長重 而我們可以看得更加多 關於那些胚胎幹細胞是怎樣分工的過程呢 那其實這個是關乎於那個 幹細胞科技那個研究是一種很重要的工具來的 那會不會到有一天就是 譬如一個人可以傳在一部那個 所謂呼化機裡呼化一個人的嬰兒出來呢 那大家都不會難想到的就是 下一步就是要需要到那些人工胎盤 這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知道如果我們 純粹靠那些這樣的液體浸著它 透過滲透作用來去做那個 供給營養和帶走廢物呢 很無效的 就是我們人的身體那個分工 越來越複雜的那個大小也有方向大石呢 你一定無可避免就是想一下 怎樣去利用回我們那個 池帶的結構和胎盤的結構 就是你能不能夠做到一個人工胎盤這樣的物體 來繼續去供應那個養份呢 那我們有能力做到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去到比較成胎的後期 如果是早產 我們就找一些 就是我們就算沒有了胎盤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維生裝置 使用一些早產的小生命去維持下來 那現在你聽到 如果最早產最早產的人類的話 六個月左右 六個多月左右 極限來的了 因為我們始終沒辦法去找一個裝置 去取代了胎盤 而在那些這樣的普通的呼吸器官 未發展得完善的情況之下 它肯定用就很容易不成功的 尤其是肺 所以你說那個早產的嬰兒本身 它那個肺的功能 在大了之後都不是那麼完整 有些缺陷 那這個其實是有它的風險在那裡 那其實就是最主要的關鍵問題就是 我們對於那個人工子工裡面 怎樣做到那種人工胎盤技術呢 我想現在還沒有去到一個很大的突破位 我們只不過在兩邊企圖就是說 在那個受精率階段 將它能夠擺得越來越來越來 另一方面我們都嘗試將那些早產的情況 能夠可以提到越來越前的救 但是中間也還有一段期間就是 它既不可能用救助早產的手段 來去維持生命 但是也都不能用我們現在 用那些普通的滲透技術 來去維持這個受精率的生命 那那個中間那種白痴呢 如果克服不了的話呢 那就是要去實現到一個完全脫離 沒有看的這個暴雨率和呼化 我用這個字的 就還沒有可能 除了這個就是在實驗室裡面 去呼化這些的杯桌之外 是否今年還有人工做的精子和卵子 那個就不是說人工做的精子和卵子 但是我們有說過 但是你實際上問回我 我都要想起就是一件 就是那件事我都要先看 那這裡我就沒有資料給你 是的 OK 那麼好了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就跟著還有一個就是這個基因考古學 這個是近年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如果沒有記錯 是否今年那個諾貝爾獎都是頒了給你 是的 就是Pubble 他就是用基因 就是在基因方面去重組這個 尼安德太平基因 那其實年代整個開啟了基因考古 那今年我們都不止一次講過這個字眼 科學地去基因考古 那不只是由那些圍骨來去做 我們現在講的是那些 在那些考古的現場裡面的泥土 或者是那些圍骨中間那些牙縫那裡 去找這些基因的線索 然後去重組當時的生態環境會是怎樣 這個我們會看到 接下來的基因考古就越來越多了 但是今年也是在這個基因考古裡面 一個挺有趣的大發現就是說 我們有能力從那些在黑死病時期的人類圍骨那裡去辨認 原來有一些的人類天生真是比較能夠克服到這個黑死病 於是他就生存到 但是有一些本身先天上克服不了黑死病的人 他就容易死了 而且大家都知道 在這場中世紀這個黑死病的瘟疫裡面 我們是沒有得效藥這件事的 也都沒有疫苗這件事的 就是我們這次這個武漢肺炎的疫情 是叫做第一次大規模的主動 也都非常冒險地這樣用一隻新炎化的疫苗 是說將一個 本來可以影響人類十幾二十年的瘟疫 壓制到現在只是影響三年 這樣就算數的一個事件 但是以往就純粹要靠人自己吐就好了 原來就真的現在考證就是 在這個黑死病瘟疫裡面 基本上是將人類做一次很大規模的自然選擇 就選擇了一批本身的基因上面 是比較能夠對抗黑死病 這個病原體的那種這樣的基因 就是這些人本身的系統 比較能夠克服了這個黑死病 於是就生存了下來 好了 這個是不是唯一的發現都不是的 原來就是找到這一組這樣的基因 原來仍是和我們 就是不一定是有個好處的 現在似乎的好處就是 讓我們能夠克服的黑死病 但是原來有得也有失的 而且我們看到就是說 今天的人類很多 比如說尤其是患上淚風濕關節炎的病人 還有另外有一種慢性腸發炎的一種病 一種病 黑龍是症的那些人 他們那個身體免疫力 就是很多時候的身體免疫力是有些東西弄了 它就攻擊自己的關節 於是有個淚風濕關節炎 也都可能在那個處理長度平衡那裡有些失調 於是有個慢性的腸炎在那裡 那個腸就不停地發炎和潰瘍那樣 就搞也都不好 其實它的原因不外乎 都是自體那個免疫系統有些古怪的東西 原來追溯就是這種這樣的自體免疫上的 突然之間的弄了這些變異 原來是和這個黑服黑死病的基因是有關的 就是大家又可以在這個故事 看到那種基因的開關制就是 你打算關掉這個按鍵 你原來不過意浪費這個按鍵 又打算了其它按鍵 有這樣的事情 就是我們在這個基因考古裏面 屢次都發現了一些這樣的現象 我們甚至乎今年那個諾貝爾獎得主 阿巴布爾他講的 我們之所以有些人特別不能夠克服這個肺炎疫情 其實都是和我們身上擁有的 那三幾個percent的尼安德塔人基因是有關的 為什麼有些人對於這個肺炎的反應 就是病毒的反應特別大呢 原來都是身上有尼安德塔人的DNA 然後就在黑死病裡面經歷了另外一次篩選 那原來就是我們身體上面 也都是DNA經過篩選過 但是這個這樣的篩選 沒錯可以令我們比較容易克服黑死病 但是另外一個不好處就是 令到我們患這個類風濕關節炎藥基率提高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人類和環境的相互作用之下 其實人類自己都在不停地演化了 那這個又不得不提 一個適合這個禮拜 一個新的發言也很有趣 就是說呢 我們去將現代的人那個基因去排除的時候 我們辨認到原來我們現代的人 沒有停止到這個演化的 就是這裡詳細的方法 他怎麼比較我自己都要看才知道 就是說我們現在我們會問 哇 那些細菌演化得這麼快 我們看過去的歷史物種不停演化 雖然用很長的時間 那為什麼我們看不到我們現在人類在演化著呢 原來不是的 我們人類還在演化著 我們的基因資訊是一直一直在變的 現在是說的發現到135個基因組 是跟以前一些古人類的基因是有不同的 當然這個股是股是股 股你有幾股呢 那這就要靠台長幫忙 大家看一看才知道 但是一個很有趣的結論就是說 我們找到從基因層面去發現到 真是人類其實繼續在演化著一個證據 是155隻 155隻 就是Michael James 可能不止的 不過現在他研究了這些幾個 但是這個意思是為什麼 就是他具體的意思是為什麼 沒有的 他還是要做一個比較 你一定要將現在人的那個基因的sample 和一些最主要的 將它辨別到是人類的這個sample 就是不是跟你本身家族基因有關的東西 去排除了去 就純粹看你自己作為一個人本身的基礎 可以拿到這些基因 和以前一個特定時期 那些人類基因去做一個比較 我意思是說如果 就是我們推算到現在的變化 就是會不會說一千年之後 二千年之後 一萬年之後 我們的樣子和現在是不同了呢? 你去看到這個基因本身是反映到什麼 它代表了什麼表徵 它是不是一定在說 就是頭大了一隻眼凸了 還是哪一隻大了那些呢? 就不一定去顯露出來的 有些是顯露了在免疫系統的反應上 有些是顯露了在外表的形態上 甚至乎有些基因一次過影響多 超過一件事 具體的那些基因是代表著什麼呢? 其實這裡我都沒有什麼資訊給大家 OK 但是我們仍然是進化的 我們希望的就是進化得來 我們聰明一些不會蠢一些 不知道的 可能原來變了這1505個我們是蠢了的 可能蠢了之後更加幸福了 做一隻港豬那樣 是啊 但是這個智商的進步 是不是代表適應能力特別高呢? 按照計應該是的 就是你譬如人類這次去度過這個瘟疫 其實那個手段都不來乎 是一個智慧結晶的產物 就是你沒有這些新一代的疫苗技術 而這些疫苗技術也都是來自我們 對這個基因科學的認識 你沒有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沒有可能這麼快去發展到這個疫苗 當然大家的疫苗反應也很不同 但是接下來都可以預告另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以往去做新的流感疫苗的手段 很快也會迎來一個新的革命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武漢肺炎疫苗 世界上現存最有效的那隻就是來自 MRNA技術 就是說香港打的復必泰技術 還有就是美國摩登拿公司的那套技術 就是用到MRNA 有人會問 既然它在克服這個肺炎疫情這麼成功 如果我們接下來去克服我們季節性的流感 我們都可不可以呢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連年都出一個新一支的 新一個版本的流感針 然後他們那個的有效程度也都不是很高的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憑著 我們對於那個基因變異的預測能力 越來越提高 還有我們的MRNA技術 越來越提高的話 那令到我們發展新的疫苗呢 我可以預期到明年 就可能在講的是 用MRNA技術來去制定的一個新版本的流感疫苗 就應該會在2023年出現 好 借這個傑昌我們下一節就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然後,請在嗎 請下回來了 我請中午才olla